何律師,我們香港人為什麼這麼需要23條呢? 我只是引用你那句話 做人一定要有保險 23條就是保險 保安,保障我們香港的未來 繁榮穩定 23條 23條 一定可以 大家好 華記2020年的3月7日直擊復島 因為我到了日本的東京羽田機場 成功出了關 因為會在3月8日12時晚上 即是3月9日凌晨 日本就會取消一切的港澳旅遊Visa 中港澳旅遊Visa 基本上你入境都可以入不到 如果你說有這個 譬如說 永住啊 或者你是這個 有工作簽證 你超過了3月9日進來 都要隔離14天的 要馬上回家隔離 如果你上班出外 就會違反日本的法例 所以現在我是趕著尾班車 本來是想著明天才回來 但是我擔心 它忽然之下 如果有些緊急的數字公佈 它可能會即時生效 所以我為了安全起見 我都先回到日本 因為我很多公務都要處理 因為我都有一段時間 沒有回到日本公司 首先要說一下香港人 入境日本 明天你沒有去過武漢 沒有去過他指定的地方 你調完之後 它就會給你這張紙 然後你才會過到慣 還有這張申報表 但是過了明天之後 你都一直都不用入 直到月底 它再更新 現在所有Visa都失效 除了你永住和入籍之外 那麼工作Visa 就算你過了期之後 可能它都有權拒絕你入境 就算讓你隔離14天也好 這個就是會影響到很多 全部的旅行團 即是任何中國 香港 澳門 台灣 新加坡 所有全世界的團 都會有影響 都不會再可以入境到日本 在3月9日之後 但是它呢 因為有個櫻花節 就是在3月底 4月頭 所以它這個措施去到3月底 其實它在旅遊季節 都會犧牲很大的 日本 因為東京奧運 比較著緊一點 所以它寧願犧牲 這個櫻花期的旺季 酒店 機票 這個旺季 寧願不愛 都要搏 這個奧運 可以預期舉行 所以其實日本的制度 就很強硬 因為它有國家安全法 它有國家安全法 我們在香港是沒有的 好了 接著就要說一下 昨天我買了5萬隻口罩 被人騙了幾千美金的訂金 今天我想報告 我的時間是發展的 其實我透過馬來西亞 一位中間人 女網友 他就介紹了一個人給我 他在那裏有口罩賣 可以信得過 其實我付錢那一刻 我都預料到他去完王學 但為了他 因為我付錢的時候 他說三天之內到 你騙不騙我 就三天之 所以我在大概20天前 我就馬上付錢給他 接著說貨到再付錢 這位中間人 他也很熱心 但問題是 我從來沒見過他 我也月人無數 只不過就是 我預算最壞的打算 都是不見幾萬元訂購 貨到再付錢 那一筆也沒有不見 直到我覺得 什麼時候我會被人騙 由我付錢那天開始 他說三天後到 已經去到一個星期 都未到 然後 忽然之間 有一天 就說貨都到 在元朗 我還叫了大隻Man 我們撐警的大隻Man 我叫他 不如你幫我元朗提貨 那一天 他轉頭給我 他給了單據 很多資料 然後就說 去貨廠提貨 出關 報關 中間要讓了很多 那些不說 然後最後 就說 好吧 提貨吧 問他拿一個提貨號碼 一路來 幾天都來不了 然後忽然之間 說 那你先把尾數 華記 你再把尾數 他給了一個提貨號碼 我一聽到這句 不用了 心照 我們這些被人騙了很多次 那就算了 不見了 不見了 算了 也不止 那個中間人還發 我脾氣轉頭 唉 如果那個中間人 氣了華記 我告訴你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過我已經封鎖了你的Whatsapp 因為我很多 其實 買好罩 這些很小事 不見了錢就算了 但不要再煩我 因為 我公司也是有工作 我也是有幾方面 我同一時間 是做很多事情 如果接觸過我的人 你就會知道 我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我是 有個小朋友走過來 我先避開鏡頭 嘩 有個嫁妹走過來 不要拍到別人 好 我同一時間是做很多事情 所以 不要緊 我們 慢慢學 但是 你問 為何你也要博 因為他 最初 跟我說 他有這個量的時候 我打算再訂多五萬 我打算訂十萬口罩 但我不敢一次過 其實最初我訂三萬 後來我打算 他趕到實顏實質 我才加單 加到五萬 然後課到才給美數 誰不知就糟糕了 現在 那個中間人 就和我秘書聯繫 就說他已經報警了 其實 你說叫我報警 叫吃 我周身沒有空 還沒有空去報警嗎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現在給他24小時 如果24小時內 這個人 都不退款 很簡單處理 我就會公開他的銀行戶口號碼 他的名字 在網上 我原因很簡單 我不是要追回錢 我不想再有人事被人騙 我會用這個傳媒壓力 第四拳 我會公開這個人的戶口號碼 戶口名 以及他的所有資料 我不是公開中間人 中間人那個應該不會騙我的 因為中間人的Facebook 他都很清楚說了自己 公司的事情 我都應該相信 不關中間那個網友 那個網友可能好心做壞事 我只是相信他一句說話 送錯了 他跟我說 他介紹這個人 給國內的朋友 買過一批口罩 是成功交收了 我相信這句之後 就糟糕了 除非他這句騙我 但是 相信他這句之後 就糟糕了 但問題不要緊 所以這位中間人 暫時我都封鎖了他的WhatsApp 因為我懶得煩 然後又說我得罪誰 又得罪那個 很煩 所以 大哥 賣好罩 賣好罩送給別人 自己被人打了 不要緊 但問題 我給了24小時的那個人 他沒有水回 不要緊 我預了他不回 不過我會公開他個人的資料 在網上 以及他公司 甚至他給了很多單 我覺得都是假的 我明天就會爆發他的東西出來 但問題 我們都要給別人機會 可能只是誤會 對吧 但誤會也誤會那麼久 也不是一時三刻 我預了不見錢的 我不是想追回 我是不想再有受害人 好了 接著就想說一下 今天就要跟何君堯說聲 不好意思 因為每個星期六三點 何君堯都有一個叫推23條 23條 現在的簽名人數 接近100萬 但最近的增長進度 就沒有第一個星期那麼快 所以華記在這裡呼籲一下 所有正常人 大家都要支持23條推行 你就是講澳門的感染數字 你就知道了 哇 真是有23條 就可以治港獨 又可以治病毒 23條 雙鬼拍門 可以治港獨 又可以治病毒 是兩方 23條 一個藥方 是一個解藥 所以再一次呼籲一下 大家 就簽一簽 那個網上的23條 支持何君堯推行 我會放在留言的頂端 請大家卡進去 再一個簽名 如果你簽過 就不需要再簽 但如果你沒有簽過 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留你的姓名 身份證頭三個數字 那就行了 很簡單的 操作 因為 其實我剛剛出機場 準備還有一段路 才回到我東京的家 今天晚上 先說到這麼多 很感謝大家對華記的關心 其實口罩幾萬元很小事 因為我同一時間做很多事情 大家放心 幾筆東西對我都不是很重要 基本上我都是想送給別人的 就是買一些口罩 不過我是最不好意思的 是答應了送給某些人 或者有一些元素 拿回給某些朋友的時候 是兌現不了自己的承諾 就是做人最怕 言言無信 我們一開始有些口罩回來 其實我沒有跟別人說 我打算派家 免費在街上派 因為日本也流行 日本 其實我都想拿些 如果拿到這五萬口罩 我都想拿一萬幾千個 在日本在街上派 因為之前 日本也幫過中國 我也想在新宿的車站 拿一些口罩 就兩個一批 叫我們公司同事去車站 在日本 另外在香港某些 譬如說中環站 或者是一些 深水埗站 不是中環站 深水埗站 比較需要一些的區域 就打算派一下 一萬幾千拿出來派一下 希望把那些炒架的口罩 因為街上有人免費派 你就可以一石擊起千中浪 你就會令到那些 那些口罩的價錢都倒閉 當你這條街免費派 你自然把市場環境調節 打倒它 其實現在整條街 香港都有口罩賣 不過是貴一點 兩百元下落 兩百五元下落 如果你說 我們可以做到 在街上免費派 那些口罩的價錢 馬上倒閉 我本來就有這個計劃 但問題是 無奈 被人托水龍 又被中間人拿回我營 現在還說 真是搞笑 如果中間人炸我營 我華記跟你說一聲 誤會了你 不過我真的被人騙錢 問題是這樣的 你說中間的過程 又 你無辜 或是諸如此類 不用說這些 大家明白了 成年人 大家出來行走工會 這麼多年 不過問題是我最慘 就是浪費了時間值 浪費了二十多天 如果沒有這五萬口罩 我本身也有 有一批 因為商會會長 他都拿了一批 但我沒有 他已經準備了一些 可以我們去 給錢買 但是我打算有五萬回來的時候 我還打算幫一幫 誰不知 虧張 本來我們公司同事都要 因為我都承諾了給公司同事 所以就搞到我很麻煩 不過不要緊 現在的疫情 你看澳門已經好很多了 我們再努力 可能就 少量我們應該找到的 十萬八萬這個量 可能未找到 不過不要緊 我們努力 好嗎? 今天就先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Thank you 大家好 我是日本東京分行的Jojo 我現在當然就是日本東京 很快就是日本的櫻花旅遊旺季 相信今次的疫情就會冷靜 旅行的人頭就會恢復 之後七八九月份 就是這個奧運會 奧運會相信會帶來新一輪的 旅遊人頭的一個高峰 以及會有大量的相機 現在在我身後這個就是奧運會的主場館 今次奧運會的開幕會 會在這裡舉行 如果有任何人士 你們想預訂今次奧運會期間的酒店 或者是搶購奧運會的門票 都歡迎聯繫我 好像現在我身處旁 這裡就是這個三井的花園酒店 正正在奧運會的主場館旁 當然如果有證明的投資者 你們想趁這個機會投資日本 然後在這裡購買Second Home 或者是要諮詢有關開公司的內容 或者是任何諮詢的內容 都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 我的WeChat就是 DEAR0708 然後我的WhatsApp的話 就會在這個 加好81 然後805883 3699 期待大家聯繫我了 拜拜